有不少游客到了海边会捡一些石头回家 花莲地区就有一个路客 晚上的时候跑到了南兵公园的海边 他直接搬走的是20公斤的大石头 说是要带回大陆做纪念 当地民众是见怪不怪了 但是呢河川举认为 海边捡石头是不能乱捡的 乱捡的话有可能会违法 这位大陆来的游客一脸兴奋 双手扛着一块石头放在后脑勺 在晚上悠哉的广大街 拿大陆的土换台湾的石头 这位大叔开心的一物换一物 这块大石头重达20公斤 这位大陆游客就用这种知识边扛边走 虽然一度体力不支 旁边朋友帮忙瞧一下 继续坚持自己扛 看来对他很有感情 捡石头带回家 当地民众见怪不怪 但是这块石头是从花莲南滨公园的海边 捡回来的 游客在海底捡小石头 史有所闻 如果数量不多 大家多只用劝脑的方式 像这位陆客大叔这样搬一大块 做纪念还是头一遭 陆客一口气挑20公斤重的大石头 所要塞在行李箱里 但是这么重的东西 能不能过海关就是个大问题 就是陆客爱上台湾石头 还用以物一物的说法 这是让人听了好气又好笑 中文新闻 廖维林 黄英玄 华林报道